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爱我们的父神上帝 我们带着感恩的心 今天早上你再次的引领我们 回到你的圣所当中 来亲近你 来更加的和你的接近 当初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安定我们的心 为着今天 罗主教所讲的讯息 为着建民弟兄的带领 士奇还有恩义姐妹的读经 跟带导 我们都向主来交托 包括我们整个的服侍团队 从做直播的一直到招待的 都向主来交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篇一百篇 怎么说 普天下当向耶和娃欢呼 你们但乐意 侍奉耶和娃 上来向他歌唱 请入天师 请默想 支持一辈自己 敬拜上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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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聚集在上帝这属灵的大家庭里 要感谢主的大恩 送送主的荣耀 倾听主的圣经 又为世人的必要祷告 恳求主赦免我们以往的罪过 求主是恩 说我们接着圣子耶稣基督 将自己献上侍奉主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 便是自欺 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上帝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以定我们一切的不义 所以我们应当在全能上帝的面前 先公认罪 让我们大家一起归下 这时刻 反思我们得罪主 和得罪人的地方 我们大家一起认罪 全能的上帝 我们的天父 我们常在思想 缘以和行为上 得罪主 又得罪人 又因自己的失负 神性暖落 当做的不做 不但做的刀去做 现在我们痛恨 前非 决心悔罪 经着圣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舍命 求主赦免我们以往的罪恶 有诗恩 让我们成为新人 尝试奉主 使将荣耀归于主的圣人 阿们 全能的上帝 愿意饶恕一切 真心悔罪的人 愿上帝连续你们 赦免你们 拯救你们 脱离一切所犯的罪 坚定你们的心智 加强你们行善的力量 保守你们 得享永生 这都是靠着我主 耶稣基督 阿们 归宗请站立 作为蒙上帝 川树 为他接纳的人 我们也当彼此接纳 让我们以 不接触的方式 来彼此温安 大家平安 今天是 降临第三主日 阿们 大家一体 念 祝文 全能的上帝 你曾采取你的仆人 施洗约翰 一辈子的子民 你见你爱子的到来 主主 借着真理感动 主的仆人和管家 使我们 悔念的心 转向爱的律法 这样当主荣耀 再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主 审判的爱前 专利的住 主耶稣与 圣父 圣灵 一同永生 一同掌权 勇为独一的上帝 知识无尽 阿们 大家请坐 我们 请 王恩与姐妹 来读 今早的经文 今早的第一段经文是曲子 以赛亚书 六十一章 一至十一节 主耶和华的灵 在我身上 因为耶和华 用高高我 叫我传好信息 给谦卑的人 太前我 医好伤心的人 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被囚的出监牢 报告耶和华的恩年 和我们神报复的日子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赐华冠与西安悲哀的人 代替灰尘 喜乐游代替悲哀 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 使他们称为工艺术 使耶和华所栽的 叫他的荣耀 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 建立先前七粮之处 重修历代荒凉之城 那时外人必起来 慕放你们的羊群 外方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 修理葡萄园的 你们倒要称为 耶和华的祭司 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仪 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 赢得他们的荣耀自夸 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 代替所受的羞辱 分众所得的喜乐 必代替所受的凌辱 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 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 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 恨恶抢夺和罪孽 我要平成时施行报应 并要与我的百姓立永约 他们的后裔 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 他们的子孙 在众民中也是如此 凡看见他们的 必认他们是 耶和华赐福的后裔 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 我的心靠神快乐 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 以公益为袍给我披上 好向新郎戴上华冠 又向新妇佩戴装饰 田地怎样是白骨发芽 院子怎样是所种的发生 祝耶和华必照样 使公益和赞美在万名中发出 第二段经文是取自 天赛罗尼甲前书五章十六至二十四节 要常常洗了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但要凡事查验 善美要持守 各样的恶事要境界不作 愿赐平安的神 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 得蒙保守 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完全无可指摘 那照你们的本事信实的 他必成就这事 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 弟兄姐妹平安 让我们这时候同心祷告 我们一起来 仰望我们的主 实在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再次能够 回到你的圣所 一同的敬拜 主 虽然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 今天不在我们当中 他们或许在家里 也在线上崇拜 主 我们就求你的灵 把我们积极合一在一起 让我们借座在你面前 聆听你的话语 借座在你面前 一同的围坐 世人的需要来祷告的时候 我们有着这样的一个心智 因为我们乃是属于你的子民 主就求你帮助 虽然在这疫情当中 我们分散 我们有很少的时间聚集 但是我们深信 在你的大爱当中 我们还是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 我们各自做你的肢体 主联系我们 也帮助我们 让我们更加同心的 一起来面对我们前面的各样的挑战 我们这样的交托 祷告 乃是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的确我想 我们再过几个礼拜 一个礼拜多 就是圣诞节到来了 通常在教会的年龄当中 我们都把这样的一个戒期叫做降临节 过去 中牧师在这边也给我们看到 有四根蜡烛比较短的 然后圣诞节有一个基督的这个蜡烛 有五根蜡烛来预备信徒 所以在降临节四个主日当中 一般上都有一个 每一个主日有一个主题 就是围绕着盼望 平安 喜乐 慈爱 然后圣诞节 是讲关于耶稣的 所以也就是说 在这样的预备 耶稣的带来的时候 圣诞节不是突然间 在我们生命当中就产生的 而是在我们信徒的生命当中 当我们说我们要过圣诞节的时候 迎接耶稣的到来的时候 我们是有一个预备的心 传统上教会在预备的时候 特别在圣参崇拜的时候 我们都是以指色来作为提醒 就是我们当然在过去 那些教会的传统当中 可能圣经这些都没有普遍 所以当信徒一来到教会的时候 借着这些颜色 借着一些信仰的符号 他们大概就指引着他们 也预备着他们 来面对所要 进入的这个节日 所以今天我们进入 降临节第三主日 我们的重点 乃是要看喜乐 这样的一个课题 的确 我们是新业之后的信徒 我们很难了解 当时的信徒 在等候耶稣到来的那种心情 过去我们在分享的当中 主要乃是以以赛亚书作为分享 当然我们了解以赛亚书的背景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说 在当时的背景当中 以色列或在整个犹大国 以色列国都已经是在整个被亚书的 这样侵略当中 根本已经是过着一个 所谓亡国的生活 所以在这些有信仰盼望的人 在经历了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过程当中 不禁的常常会问说 到底我们所等候的这位米赛亚 到底这个上帝过去我们所依靠 所仰望的 为什么我们今天仍然进入在 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呢 国家没有了 家园被别人侵占了了 我们现在被流放在这些陌生的地方 甚至我们成为亡国奴 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们要忍耐到几时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苦难当中 将来那个应许 那个盼望是否会实现 我想这些也常常 就在我们今天的生活 生命当中 常常会有做这样的一个思想 为什么我信耶稣的 我的生活还是这样糟糕 为什么我信耶稣的 不像别人那样 为什么我信耶稣的 我还是仍然有这些病痛 在我自己的身上 所以在整个生命 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在等候当中 是非常无奈的 就是为什么要受苦 为什么这些苦难 它的尽头在哪里 我们所等候的这个米赛亚 它几时会到来 在这一两个月 陪着一个弟兄 在走他人生的挣扎 当然他在他的生活当中 他突然间被诊断了 他有这样的一个病痛 他的肺也是有一个肿瘤 在他的肺那边 当然在经过一系列的 这些所谓扫描 诊断之后 他的另外一个肺 也有一个肿块 所以他就在 他和他的家人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都有做很多的挣扎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 所以时间就是在等待当中 他的儿子现在刚刚 在当兵 他太太也刚刚退休了 所以他整个这样的一个 他也跟我一样是海南人 所以讲话起来 我们现在要讲海南话 也是很少机会 只有海南人碰到海南人 才讲海南话 OK 所以讲一下 把我那些 以前小时候的那些海南话 都慢慢拿出来磨亮一下 再使用 要不然讲不出了了 只要陪他走过 跟他一起面对 等候在很多时候 是非常无奈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经过一关又一关 每一次看医生 可能又是一个结论 一个判决 每一次看医生 就要想到下一步 又像是会是怎样 所以就在整个 以色列的历史当中 也正在这些在挣扎的 我们的挣扎的过程当中 常常我们也跟他们 有这样的一个同感 到底在这样的一种 生活出景里面 有什么喜乐好言呢 到底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 你生命怎样的去体验到说 我们要喜乐 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 《贴撒罗尼加前书》 在这里给我们所看到的 就是要常常喜乐 不住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所定的旨意 神在基督里 向你所定的旨意 其实神的信念 是要我们这些 有做信仰的 我们信靠祂的 我们能够懂得过一个 喜乐的生活 但是往往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常常就是被这些 一连换的这些遭遇挫折 我们影响到我们 直到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不懂得 什么叫做喜乐 我们在神在基督里 向我们所定义的喜乐 肯定的 这里告诉我们 生命不应该被烦恼 所困扰 肯定的这里 这里也告诉我们 我们生命不是活在迷失当中 我们生命也不是在忧愁 无助当中挣扎 的确这些都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我相信我们今天说 谁今天没有烦恼的 我们都不敢棘手 谁今天没有挣扎的 我们都有 我们的生命就是充满着这些 而且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生命的实况当中 喜乐对我们来讲 就显得更重要了 因为如果我们 在这样的一种生活里面 我们没有喜乐的话 恐怕我们的生活 恐怕在我们 每一天的挣扎当中 我们都会面对着 许许多多的 这些无助 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生命低沉 走过死因忧谷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绝望 我们都失望 所以当我们在这里所看的就是说 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 他给我们看到说 我们要以喜乐 以祷告 我们要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要感恩 所以保罗尝试从另外一个层面 来帮助我们看 我们的生命应该是怎样的 的确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到 许许多多的挣扎 许多多的痛苦 或在许许多多 我们的无奈当中 我们不懂得怎样来应对 但是保罗尝试的让我们看到 的确生命就是这样 生命的经历 但是我们应该有另外一种方式 或我们能够在神那里 我们看到神怎样的要帮助我们 就是借着我们有喜乐的生活 借着我们懂得祷告依靠 借着我们懂得感恩 我们能够体验 所以当我们谈到喜乐或回到以赛亚书 当时的这些 在被掩扎的环境当中 这些以色列民来说 如果没有一个动力 没有一个盼望在他们前面的时候 恐怕生活就是活在整个黑暗当中 而在黑暗当中 如果没有光明 如果没有盼望的时候 这个黑暗将会吞噬了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而这样的一个黑暗的生命 将占据了我们的一切 但是在对这些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当中 并不是这样 就是因为有着这样的一个盼望 推动了他们 在前面的日子当中 能够以喜乐的心来迎接这光明的未来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 继续给我们所看到 就是这个喜乐呢 保罗不单单只是告诉我们要喜乐 他尝试地不断地帮助我们了解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要持续保持有着这喜乐的生命 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喜乐不是短暂的 而是在我们整个生命 我们所每天所过的生活 我们所面对的生命的挑战的当中 我们是能够每一天都有着这样的一个喜乐的心 喜乐的生命来应对的 当然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九到第二十二节 就尝试地告诉我们 我们生命要保持着喜乐 我们应该是怎样的一种生命 在这段经文当中 我们给我们看到说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也就是说 在我们的生命与神的联系 我们的生命愿意顺服在神的教导当中 的指引当中 我们的生命常常有神的话语来引导 我想今天 昨天的报纸当中 有记载着一个消息 就是讲到说 有两个苏联的年轻人 当他们就是坐车 就是要去某一个地方的时候 他就用这个GPS来导航 他这里说 这个不是常识讲谁的不好 这里是讲Google 不是说Google不好 不过他讲他是用Google 所以导航导一条旧的路给他 所以他到旧的路的时候 在里面 然后他车又遇到了一些毛病 所以这两个年轻人 当然现在在苏联 现在是下血 所以他们就在这个 讲到说 他们在零下50度的恶劣气温下 长达一周 在车里面 所以后来发现的时候 一个已经死了 一个生命在围腿当中 所以这些我们驾车的人都知道 这个GPS这些可以导航 但是如果导错航的时候呢 就完蛋了 所以也就是说 有时我们在整个生命的处境当中 神的话语不断地导舟我们 引导舟我们 我们偏差 我们这个偏离 偏行几路 我们不要他带领的时候 我们就失去了这个喜乐 我们圣灵 一直在我们生命当中 引导着我们 帮助我们 指示着我们 但是我们不要圣灵的带领 我们要我们自己的方式 所以我们生命 失去了跟神的联系 最终我们生命就失去了 这样一个喜乐盼望 《贴赛荣荣教前书》第五章二十节 这里说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道 这个讲论 这里就讲到说 对神话语的态度 当我们 有对着神的话语 提出质疑 当我们 不认真的对待神的话语的时候 恐怕 我们的生命就失去了 这样的一个方向 在混乱当中 所以我们要继续持有着喜乐生活 生命 我们认真的对待神的话语 让神的话语 在我们生命当中 来教导 启示 帮助我们 以致我们的生命没有偏离 上帝赐给人生命 原本的意念 原本的心意 那喜乐 那喜乐就在这生命当中 会继续的不断的保留 贴上网约前书第五章二十一节说 凡事要查验 善美的要持守 也就是说那些美善的事情 我们需要持守 所以很多时候 就是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常常是凭做我们自己的意念 凭做我们的脾气 凭做我们的所谓的偏见 来做各样的决定等等 到最终 我们的生命失去了喜乐 因为我们没有去查验 善美的事情 哪一些是善美的事情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我们怎样的回答 我们怎样的 与人一起的讨论建立 所以这些都是要给我们看到说 那些好的 那些是对整体利益 那些没有使到我们当中的关系 合一被破坏的 我们要去持守 我们要去保持 所以在整个喜乐 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想我们这做父亲的 在做家长的 我们在家里 有时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们谈话的时候 突然间 本来是很和谐吃饭的话 突然一句话 哎呦大家吃得很辛苦 回家回家 不要吃了 吃不肉 我们都会有这样的 所以有时我们要注意 我们出去吃饭 上帝保护我们 让我们讲话 不要等下吃一半 都要吞不下 所以大家就要自制了 不要太发脾气 谈一些东西 不要进入太激烈的 争执 看法 讨论等等 我跟我孩子也是会这样 不要以我 我是先 没有 所以有时 要懂说 吃饭 吃饭 有一些东西 不要谈 因为一谈一下 怎样 好吃的菜 都是不好吃了 所以 我们需要 就是说 我们要持守的是 是什么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 哇 这个东西这么按一下 乱乱跳的 这样讲完了了咯 这个 哇 这个笑了 你们那边不要动 我用这边就好 算了 算了 OK 如果你们能够帮我找到的话 就是最后 最后 第五张 第四张 的slide 所以 三美的要持守 然后呢 贴赛罗文家第五张 二十二节 他就讲到说 各样的恶事 要境界不做 那些 不好的事 我们自己告诉我们 我们不去做 那些 各样的恶事 要境界 不去做 所以 其实在 贴赛罗文家前书 这一段经文 讲到说 我们要常常喜乐 他在这里就告诉我们 我们怎样的 保持着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喜乐 很多时候 我们以为喜乐 就是短暂的 就是这个时候 我做对事 这个时候 我做对的决定 所以我很喜乐 我感觉到上帝如此的爱我 上帝赐给我如此的恩典 但是一个喜乐的生命 一个喜乐的心 是可以继续的维持的 最后第四章 是可以维持的 对了 谢谢 是可以维持的 所以 当我们要怎样维持呢 我们继续与神 有做美好的联系 这里说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我们认真对待神的话语 这里说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美善的事 我们要持守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一节 然后各样的恶事 要警戒不去做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生命当中 整个喜乐就在你的生命里面 能够不断地在延续 在以色亚书的背景当中 这些被掩护的以色列民 借着与神的联系 借着对神坏的查考 借着愿意遵守神的立法 借着愿意在整个生命当中 过一个蒙神的喜业的生活 将整个的生命 能够在神面前 虽然是面对着 许许多多不同的环境 甚至是恶劣的环境 但是心中却仍然 有做那个喜乐 在他的生命里面 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继续不断地工作 《切善罗尼迦前书》 第五章二十三节 这个对不起 这个是第三章 最后第三章 这个可能是 刚才讲到GPS 这边跟那边可能不通 所以这边他生气好了 还是上面生气我都能按 OK 不知道 OK 第三章五章二十三节 愿赐平安的神 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又愿你们的灵 以魂以生子得蒙保守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完全无可指责 那照你们的本事信实的 他必成就这事 OK 这个最后第三章讲到了 OK 所以 来到这样的一个层面当中 原来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喜乐 原来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 都有他美好的工作 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完成 所以他自己保守 他自己来帮助 神使我们成圣蒙保守 所以在贴赛人家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 就给我们看到说 这里说 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的救恩不是白白的 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 是何等的贵重 是他要让我们成圣 是他要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被他所保守 蒙他所喜悦 所以神要使用我们 在我们身上来成全他的工作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我们由每一个人 都有我们每一个人 不同的恩赐 在神的教会当中 所以也就是说 借助我们彼此 在主面前我们的付出 服事 我们一同的来建立主的肢体 我想在这样的一个 阻断措施 这个疫情当中 我们教会新的一个侍奉 就是这个直播的 这个摄像机的等等 我想开始 中牧师就非常头痛 哇要去找人要怎样做做 以前我们没有实体的时候 全部都是他是导演 他是策划 他是工作人员 在家里 做做做 现在实体了 又是另外一个 但是就给我们看到说 我们需要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更多的人 一起的来做 我们一起要把这样的东西做好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我们每个人贡献 神要使用我们 神要借助 帮他的话语来塑造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整个生活 在整个不同的经历当中 我们都能够 继续持有着这样一个喜乐的生命 继续有着这样的一个动力 来在神面前完成他的托付 我想特别是在疫情期间 很多时候我们的传道同工 都不断的联系会友 我想对我们来讲 这个工作是很艰难的 哎呀打电话哪里哪里难 只是打电话而已 其实不要忘记 我们的同工都是新的同工 打电话去 你是中国打来的啊 诈骗集团还是什么 我都不懂真的假的 三一堂我知道啊 但是我没有看过你 我不懂你是这个是怎样的 所以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最厉害 电话不要乱乱听啊 什么叫他打电话给我啊 打了不在不懂不知道 所以我们都 所以增加了这些过程 不过我相信我们同工们 他们都很尽力 愿意继续不断 特别我们这些熟悉的还无所谓 很多可能很久没有来的什么 这些我们那个难度更高 特别我们又有一个菜语弟兄 在我们当中 还好他的华语还差不多 我讲那种就惨了 没有种族歧视啊 不要等下 所以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就是一起 我们相信神要借助我们 一起来服事 神要借助我们来成全他的工作 所以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虽然我们面对着疫情 虽然我们遇到 我们各自遇到不同的挑战问题 但是我们仍然相信 神在我们身上要成全他的工作 而我们要在我们的身上 怎样的帮助我们 使到我们的生命 实在是能够被神所使用的 我上个礼拜 这个上个礼拜 我们都知道 当学校放假 我们的邮轮被开放的时候 哇 就大家有一些就开开心 坐邮轮去度假了 我们英文部的牧师买一个 是提供一个 他一家三口 也是坐邮轮 所以我们也知道说 那个邮轮后来 游到一半就回来 因为有一个 有一个仪式 个安货当时已经确诊了 所以他说当时 他们那时候晚上两点半 那个船长就通过 这个波音器 就说 所有的乘客都需要回房 因为邮轮 有的人是闹通宵的 晚上两点半就回房了 然后回房的时候 就不能出来了 因为不懂 这个会传染还是什么 所以晚上两点半 他说 哇 睡觉的时候 睡熟悴的时候 被这个一朝 然后就关在房间里面 然后我们也知道 他们是等到早上 凌晨两点半被公布 然后到了晚上 大概九点 九点半的时候 才被放回去 就是被放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 哇 在这个本来是高高兴兴的 突然间 哎呦 到这边很扫兴 还要关那边 他一整天 在那个房间里面 然后被出来 的确 我想我们都不愿意 我们的生命 有做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生命很多时候 就是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 这样的发生 那怎样的来面对 怎样的来经历呢 我想我们用 以赛亚书第六章 第六十一章 第三节 在这段经文来看 OK 在这段经文当中 主要就是 神借着以赛亚 让这些以色列们 看到将来神 要在他们当中所做的 这里说 他要赐华冠 以西安悲哀的人 代替灰尘 喜乐油代替悲哀 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 然后六十一章第十节 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 我的心靠神快乐 因他以拯救衣 拯救为衣给我穿上 以公衣为袍给我披上 好像新郎戴上了华冠 又好像新妇佩戴装饰 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 原指怎样使所重的发生 主耶和华必照样 使公义和赞美 在万民中发生 神在他自己的恩典当中 他怎样的成为他百姓的祝福 他怎样的成为他百姓的带领 所以当我们在降临节 在等候耶稣或第二次的带来 或纪念耶稣的当生 等候耶稣第二次带来的时候 我们持着这样的一个心态 虽然我们还是在各样自己生活当中 有着我们的挣扎 有着我们的困难 但是我们有着神所盼望 而在这个盼望当中 是有着喜乐的生命 来伴随着我们 而最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可怜的Rev. Michael 被一家被关在里面一天的时间 但最终被放出来的时候 那种自由 那种喜乐 我想当然 在将来以后我们得救赎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 神也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怎样的来给予我们 改变我们 赐给我们这些恩典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主我们感谢祢 的确生命虽然是有许多的挫折 在我们的生命人生当中 或许我们面对着许多的挑战 但是我们感谢祢 祢自己帮助我们 要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以喜乐的心态来面对 以喜乐的心态来经历 祝祢帮助我们 这样的一个喜乐不是短暂的 乃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能够持续 继续不断地保持 继续不断地拥有的 而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以祢的联系 祢坏的指引 我们持守着 祢所给我们所教导的 美善的事 以及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过一个完全 蒙尼射喜悦 恨恶罪恶的生命 最终我们能够看到 祢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给予我们的带领 祢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给予我们的祝福 我们谢谢主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感谢罗宇敬主教 传讲 清早的 星期 这时让我们起立 我们一同 我们一同以使徒信心 来宣认我们的信仰 我们大家一起 我信上帝 天人的父 换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 基督 上帝 来宣认我 在本丘 不来 受伤 被定 以 时 受识 而 song 将在阴间 向天 从全 中 不我 身上 坐在 全能 但 当地的 忧边 将来 必 从那 降临 等奉 活人 使 我信 圣灵 我信圣的公知教会 我信圣族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我 我信永生 阿们 大家请跪下 这时刻 我们请 举世奇带领我们一段带导的时间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您 因为无论我们在何处 你的恩典和慈爱都许做我们 我们特别要在祷告中 祭奈祷在世界上 许许多多的地方 所发生的天灾人祸 许许多多的人流离世所 生活在患难痛苦之中 我们求主来保守我们的心灵 特别是在疫情的期间 我们也求主使用我们为拥有的疫苗 好让我们通过 打疫苗 来对抗这个冠病 但是我们在感谢主撕下疫苗的同时 我们也求主叫我们谨记 这一个教训 好叫这一类的疫情 不至于在历史当中 一而再 再而三的重复 我们在打告中 我们求主来带领 我们的教区 不论是我们的主教 牧师 传道 和同工们 我们求主建立他们手中所作的功 他们手中的功 我们求主来建立 我们也感谢主 在圣诞节 我们 期盼 若是主的许可 我们仍然有许多堂的 圣诞的崇拜 我们求主让每一堂的崇拜 都有圣灵的带领和恩高 让弟兄姐妹们在一起 能够 存作感恩的心 喜乐的心 来纪念主为主的当生 所赐给我们的 永恒的救恩 在这疫情期间 不论得时不得时 我们也要记住 还有 虽然许许多多 还没有信主的人 因为唯有在主里面 才能够得到 真正的喜乐和平安 我们这时候 要为主内的肢体们来祷告 主啊 祢认识我们 了解我们 比我们认识自己 了解我们自己 来得更多 我们恳求祢大能的手 赐下圣灵 赐下信心 给我们的身心灵 特别是身体软弱的 我们求主祢来扶持 好让他们在祢面前 凭做信心 能够有一个好的盼望 我们也特别为做 祝愿的成朝观 来交托给您 我们取求祢大能的手 来医治 来保守 还有祂的家人 我们在祢面前 如此的仰望 祷告 祈求 都是奉靠 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 阿们 我们继续地归下 我们遵照 救主 所教导的 来 同心 祷告 与主导文 大家一起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 愿父的国降临 愿父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热用的饮食 求父今日 赐给我们 又求饶恕我们的罪 如同我们饶恕 得罪我们的人 不叫我们意见试探 拯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全并荣耀 全是父的 自私无尽 回忠 请坐 在目前 我们要我们回应的 不在主目前 默想 我们在回应 诗歌 中 默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 此使用 在手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 投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 万民结成阳光 记得离婚的欢喜 江山世间为舟万房 离开恨恨大军王 江山世间为万国万民 得出我孤独和福利 守住思想永恒生命 在我内心掌权力 为高乐主万全方穷 以往荣誓主天地 主皇耶稣 满旧家庭 听到我知能处遍地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来明救赎你色别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件事情是需要做的 拍照流年 不是啦 这个是因为万一有疫情的管控 需要的话 那最少我们 可以把这个管控 尽量减低到最低的程度 好 我们马上进入几项的家训 首先就是我们的 这个真的不听话了 好 首先是我们 欢迎大家回来实体崇拜 那我们知道 现在我们有这个 合力追踪的这个 下载的程式 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们 使用这个下载程式 还有那个合力追踪的 那个追踪器 因为政府最近也在公布 我们第三阶段的开放 还没有进入 是因为使用这两 这个apps 跟使用这个追踪器的人数 还不够多 所以弟兄姐妹们 第三阶段还未来临 人家仍然需要努力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最近的广播 好像出现了一些问题 同样的广播发出去 有的弟兄姐妹们收到 有的收不到 开始我们还以为是一个 服务提供商 出了一些问题 后来发觉 其实并不是这样 所以接下来 我们还会再继续的测试 我们的广播网 所以如果你们收到一些的 讯息的话 请多多见谅 也请大家尽量配合 让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好 我们的儿童主日学 已经在重新上课 再次的提醒 孩子们是到这个交易厅那边去登记的 线上的唐一会 我们来临的星期六 有我们的线上的唐一会 所以请指示们留意 我们一起上网来开我们的唐一会 圣诞节的实体崇拜 我们已经增多了一堂 一点半的崇拜 到目前为止 人数差不多接近一半 所以还有一些的空位 鼓励弟兄姐妹们 跟你们的亲戚朋友们联系 如果是一点半的时间 许可的话 那鼓励大家也能够 让这个一点半的崇拜 也能够尽量靠近 五十人满额 常说谈钱商感情 但是对教会来讲 不应该是这样子 我们有很多的事工需要去进行 华文部在募集我们的神学基金 五十万的一个目标输入 希望在这一两年内可以筹成 以便我们有足够的资金 装备我们下一代的传道跟牧师们 那同样的我们的平安邻礼 可能弟兄姐妹们也已经收到 这样的一个募款的 这个 的一个信 的一个信封 那这样的一个信封 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平安邻礼 是一个帮助弱势群体的 需要的一个 社区服务的一个工作 那需要相当多的资金 过去我们有筹款晚宴 还有很多的活动 可以进行筹款 但是这一 今年因着疫情的关系 我们已经很多东西都不能做 所以这个 募款的这个请求 所以请弟兄姐妹们 也慷慨解囊 帮助我们的这个 社区服务的群体 好 我们今天的报告 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就要领受上帝的祝福 感谢观看 弟兄姐妹们 请起立 我们为着今天 我们所献上的奉献 我们向上帝 表达我们的感恩 这时我们一起来 同念 奉献礼文 主啊 尊贵 能力 荣耀 显赫 威严 都是你的 凡天上 地下的 都是你的 万物都是 从主而来的 我们把从主而来的 献给主 这时我们一同地跪下来 领受从主而来的祝福 愿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使你们认识 敬爱上帝和圣子 我主耶稣基督 有愿全能的上帝 圣父圣子 和圣灵所赐的福 将在你们中间 永远与你们 和你们所喜爱的家人 同在 阿们 慧众请坐 我们今天所念的一段经文 《贴萨罗尼加前书》里面 告诉我们说 要常常喜乐 不住祷告 凡事谢恩 这时让我们来听 善会诗常常喜乐 并且默想歌词 《贴萨罗尼加前书》 常常报告 耐心等候 出座时有定时 流泪洒中的欢呼首歌 小心就要醒了 下吹的手再次举起来 风雨的心再次展开 抛开一切忧虑 放下一切装备 来到主的面前 我心那么坏 凌满的心被主爱来问问 坎坷的灵被主爱照顾 主是我的力量 主是我的高抬 思应有故意路有耶稣陪带 他要不离开 尝尝喜乐 相处高歌 无论欢情如何 高山或低谷 主都恳骨 相信就能保护 尝尝尝祷告 耐心等候 出座时有定时 流泪洒中的欢呼首歌 相信就要醒了 小吹的手再次举起来 风雨的心再次伤害 放开一些忧虑 放下一些忠感 来到主的面前 我心落满怀 凌满的心飞出来来温暖 坎坎坷的灵被主爱充满 主是我的力量 主是我的高抬 思应有故意路有耶稣陪带 他永不离开 小吹的手再一次举起来 风雨的心再一次敲开 放开一些忧虑 放下一切忠感 来到主的面前 我心落满怀 冰冷的心飞出爱来温暖 干额的灵被主爱充满 主是我的力量 主是我的高抬 思应有故意路有耶稣陪带 他永不离开 小吹的手再一次举起来 风雨的心再一次敲开 放开一些忧虑 放下一切忠感 来到主的面前 我心落满怀 冰冷的心飞出爱来温暖 看额的灵被主爱充满 主是我的力量 主是我的高抬 思应有故意路有耶稣陪带 我心里走开 我在遑z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